好,唐老师 大家好,我是大华府 就是季孔委员会的委员之一 我叫陈志宏 今天卢会长因为有事情 所以他今天就说让我来跟大家陪着大家 就是说来跟唐老师学习 那么今天很高兴 唐老师又能给我们上课 那么我现在时间就交给唐老师了 谢谢唐老师 好的,如果我们有些 因为我知道说时间上是早上是有点早 大家可能都比较不方便 是是是 没关系,我们就慢慢的来看看 如果说有时候忙 或者是这课程需要人都不要客气 我们谈的这是很随远的 因为卢会长他是说他要 就是说出城一段时间 所以他说他 他原来是说他尽量今天晚上能够赶得上 他就赶上来 可是问题就是说如果说不在的话 那么就说由我来 等于是代替一下这样子 是的 那么我想时间我就交给唐老师 由您来控制了 这样子 不感当 那有什么需要知道的需要改正的 都请陈博士大家不要客气 不晓得为什么 我今天我只看得到我们三个人 可是实际上现在应该已经有九个人在线上 可是问题我只看到三个人 不晓得为什么 他们没有把视频打开 也许吧 我来看一看 OK 我现在看到了 大部分都没有把视频打开 对 好 那么张老师就交给您了 好的 这边没有 没有一幕 好 那我们来看我们目前的进度 是在十二篇的第十三章 那第十三章他的经文呢 就是由子曰 这下一章 下一章 是 好 他经文是 由子曰 信尽欲言可赴也 恭敬于礼 愿此入也 因不示其轻 亦可忠也 你看那由子讲的话 你只要把如意里面 有关由子讲的话 你来对照看看 他真的是四平八文 面面俱到 而且颇用孔子的那种风采 难怪他 孔子过世的时候 大家要推尊他 成为孔子的 在传 只是真是不答应 那这一章的简单解释 是说 信尽欲 信要 接近欲 就是要 义来作为 他的本质 作为他的标准 言可赴也 就是说 我们的 说话 要 接近欲 言可赴也 就来来回回 赴有两种解法 一种是 这种 赴也 赴也就是覆盖 就是 翻过来的意思 翻过来的意思就来来回回 来来回就说 我原来讲东 但是因为他不合乎义呢 我可以改变我的话变形 就赴也 往复 第二个叫做验 验就是验证 就是说 我的言语如果是 敬于义 我的这个言语是可以验证 就是我这个话是可以被兑现的 信如果敬于义 这个话是要守信的 信如果是远离义 这个话是不能守信的 守信会伤害公义 会伤害他人 那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叫做 公敬于礼 愿此入也 公对人态度好 表现在容貌上态度好 但是他要敬于礼 他要用礼来决志 如果不用礼来决志的话 有时候公他会 有耻辱 人家会对我们羞辱 看不起我们 或认为我们是 惨媚之人 所以这个礼是很重要 礼来决志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后面都会探讨 公怎么敬于礼 信要怎么敬于义 那第三个叫做 因不实其轻 因不实其轻 就是依靠或者是 亲近 亲近这个人 他不思为亲近的人 意思说他是善之士 他是你该亲近的 而且是不思为亲近 就是你应该 这个亲近的人 是你不思亲近的人 就是你应该亲近的人 亲近你应该亲近的人 或者是依靠这样的人 不思其轻 就是不会失去你亲近的 你必须亲近这样的人 那一可终也 终就是你可以 这个是可以成为你的 这个近的对象 成为你恭敬的对象 成为你的 所依康 忠就是主也 忠主也 就是你亲近的对象 皈依的对象 那如果因呢 是婚姻的因 因不实其轻 就是结婚呢 这个女方的那一组 也不实其轻 也是你的亲组 这个是很奇特的 比如说古代 自己的这一方 有九族 你也可以结合 女方的那一带 来化入九族 那一可终也 所以可以成为你的终主 女方的那一边 也可以成为你的终主 那以上是 游子的这三段话 那这三段话 它的架构是 历生除世 跟所侵的指导 那历生 首先要说 它就是善用言行 第二个是亲其所侵 那我们来看善用言行 那易经的西词传说 言行是福祸的书籍 就是福是福 很重要的关键 那那个 那所以言行来怎么讲究 论语里面有很多言行 讲究的地方 如果我们来做一个科表 很清楚的说 那个言语要怎么掌握 这个言语之道 其实这个言语好重要 它真的是获福之门 话要经过一番考虑再说 那孔子怎么善用言语 可以把轮应有关言语的部分 很多章把它汇集成 一个架构来谈 或是行办事 它要怎么办事 那也是获取一个架构来看 像子贡如果来 三十四章如果会成一个架构来看的话 它可以是一个财经座坛 看一个商道 他怎么一个道人 怎么来经营商业 那约者这个行呢 是一个远入之功 这个恭敬是可以远离 这个羞辱的 那这是以上 亲戚所期里面 包括两个 一个是亲戚善之士 一个是婚姻结合成为宗族 以上是这一章经文简单的架构 那我们来看下面来分析分析 首先义的形象是什么 义的形象第一个是合宜 第二个是有道理 那第三个是立他的见地 第四个是大家共同遵守的准则 这都是一个义的形象 那这个义的形象里面 比如说我们像观老爷 什么义婆云天 那个义就讲到就是说 你必须这样做的 你跟他结盟为兄弟的时候 你以他为哥哥 那你就必须按照弟弟跟哥哥的相处知道 这就是义 就是道理所在 公义所在 大家的看法所在 那义也可以 人家说君子以义为例 以义为例 义就是大家的利益 这种在大学里面 后面的结尾就是君子是以义为例 那总的言之义比较偏向于建地的那一份 就是它是符合公义的 符合道理的 符合大家的看法的 符合利益他的 那我们来看下面 第二个呢 说信用是否合一 为何要用义来检验 那个义你要检验他 这个信所说的话 到底是不是有诗厚道 那个有伤人心 或者是说有伤这个道义 有伤品德 或者是没有道理 不符合大家的看法 这都是义 所以信用当然本来就要用义来检验 如果这个信不合乎义 那就是有伤厚道了 那就是媒体人的着想了 是伤害自己的平德 是不合乎人格的 是不合乎大家的看法 所以他本来就是 信本来就是用义来讲究 如果他不用信来讲究 不用义来讲究 那他跟帮派的守信有什么差别 他跟黑道守信有什么差别 黑道还比一般人更讲信用 那为什么不能标榜他们 黑社会也很讲信用的 那为什么不标榜他们的信呢 所以一般来看 人家说非信之信 有时候他不是信 但是他才是真正的信 非信就表面上他不是信 他是服役的 他才真的是大信 真正的信 所以孔子的讲学 他不是死板 你看他弟子们 也很开阔的看这些平德 那第三个我们来看说 有信用的言语 如果不合乎义 有这样的过患 所以我们刚才也说过 那我们来举几个例 我们来举例子 就是像维生母 维生母他跟女人在桥下约会 他是有信用的 结果下雨发大水 女人没来 结果他为了守信用 他就抱着这个桥下面的柱子 被水淹死了 对他很守信用 可是他这个信用会伤害了他的笑 那个笑是最重要的 他没有了解父母亲 以他是他的鼓动 竟然他为了守信用去舍身 这不是很好笑吗 还有像那个水湖传里面 有一个叫做唐妞儿 唐妞儿那时候大家追那个官府追宋江 他就出来党说 有什么事 是我呢 因为他对宋江是有承诺的 官府说你就把他抓了 其实宋江是杀老婆 官府抓他 你唐妞儿出来党干什么的 这就是这种愚性 你帮他背着个黑骨干嘛 那再来那个 以前孔子在蒲这个地方 就是孔子在被旷人围困的时候 孔子后来脱困就到蒲这地方 蒲的大夫公叔叔就兵困孔子 兵困孔子叫孔子不要回 这个魏国的首都地球 因为孔子知道他要叛变 所以他不准他回到魏谷的首都地球 去告诉魏林公叔 他的臣子公叔叔要造反 孔子就说他答应 结果公叔叔知道孔子是很讲信用的君子 他就放孔子一马 想不到孔子脱困以后 弟子们问孔子说 我们下一站要去哪里 孔子说要回地球 他就说你跟人家讲好的 你怎么可以变卦呢 孔子说要挟我的言语是不忍 守这种信用是不义 不忍不义的承诺 对先他有什么意义 那这就是有信用的言语 如果不合乎义就有这个过患 那再来我们来看到说 合乎义的言即使不守信 有什么功能 有什么功能 比如说你维护住品格 你才是真正的守信用 你合乎的常规 你不失人后 这是儒家君子 适时而不活的行权 那所以为什么说孔子说 大人者言不必信 行不必顾 那有时候反而你不去守信 比如说人家跟你借刀子要去杀人 你后来知道那个刀子是杀人 你不借 你虽然失去承诺 你不守信 可是你合乎义 你就有那种 没有让他借刀杀人的这种过失 你也不会犯这种间接杀人的过失 所以读书要非常好 所以孔子曾经跟这个在家里面说 我可以忍 言会可以忍 言会不能不忍 子供可以打 子供不能不打 子供可以涌 子供不能不涌 那子章可以开放 可是子章不能收敛 那孔子是可以忍可以不忍 可以开张可以收敛 就是叫做实在实在 他一定是把握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义 来做判断的标准 然后再来我们来说 如果符合义 即便言语反复都可以说是吗 那是随便说 他说话叫不对劲赶快改 那我们一般说言语反复翻来覆去的那本来就是小人 你看小人有力的时候是那个嘴脸 那个什么都可以 没有力的时候什么都翻盘了 那君子不是像小人一样吗 不是吗 他这里面是 所以才会说刚开始就要谨慎 所以刚开始就要用意来观察 我这个言语是不是可以说的 是因为这个言语是要兑现的 万不得已被要挟了 或者是他事先根本就在欺骗我 我什么都不知情 那我比如说君子到井 这个有人说井里面有人找君子去救他 君子承诺要去救他 可是到井边发觉到不是不是这个状况 所以君子可以不去入井里面去救他 所以这个反而是真正符合性的保住命的 那性当中像罗云里面他虽然讲女朋友教燕儿有性 讲祖宗性 直以示教是文性宗性 讲那个人儿无性不知其可也 讲这个上号性 明末不用其情 都讲到性以诚字 都在讲性的重要 所以孔子并不是说可以反反复复的 反正你用意来观察 而且意你自己定义 反反复复都可以 不是这个意思 他是说你的言语是要用意去检验的 是你这个检验的话 你这个言语再去验证 才真的是符合性的 这种兑现对大家都有好处的 对未来有好处 对平德有好处 对人格有好处 好 那我们来看说 我们轮运有一章 就是这个子录第十三里面说 言必信行必果 坑坑然小人灾 是不是就不用学这种 因为言不必信 行不必果 大人灾 那我们干嘛学小人灾 小人这里不是坏人 论语里面讲小人 是在有时候讲平德很差的 心里面很医贤的 能力很好的 学问好的 但人很医贤的 但是不是的 这个也是在讲一般世俗大宠 古代的社会 孙中山先生在三明主义里面说 真的古代是没有契约的 讲好的就讲好的 这个言语一定是可以兑现的 商场上说话都是一句话的 没有契约的 这就是中国以前的古风 那现在呢 现在是金字从政者 如何抖骚之人 何必以论之呢 就是气量很小的 那个是根本谈不上 言必性行必果的小人 他们的说话是不对线的 而且是站在自己的利益上的 党派利益上的 跟那个言必性行必果的小人 现在的政客根本差很多的 那所以言不必性行不必果 是在讲唯义是从的义 不是利 小人也是言不必性行不必果 唯义是从 金子也是言不必性行不必果 唯义是从 你看一个是义一个是利 所以叫做君子寓于义 小人寓于利 君子跟小人啊 在两个人视讯里面说 有时候在形象上啊 好像类似类似 但是在内心的隐为处啊 那真的是一个在天一个在地 这个要读古书详细的分辨才可以的 那当然第一个 我们为人处事啊 当然第一个要先学言必性行必果的 那再来是把这个品德发扬光大的 叫做宗族称孝言相当称敌言 这样子的在往上来啊 就是来行这个权来运用这个德能 运用这个学问运用这个公义 所以讲究的是言不必性行不必果 那是一层一层次的提升的 不是跨越过去的 好那我们以上啊 第一个这个信尽于欲 言可负也啊 那信要怎么训练呢 才符合意 那信要怎么训练呢 一般来讲说 如果好信不好学 那这个习必也贼 那这个你的这个信用 如果不好学的话 那有时候会贼害 贼害这个贼害这个人心 就像维生母的信用 不好学 那个信就是会贼害这个人 人就是不守 虽然你你守信可是失去了孝道 你怎么可以牺牲你的生命 只为了等于人 那这贼害的人贼害的义 所以要好学 就训练自己的好学 好学你的知识背景够广 你知道该怎么去来信 比如说信的功德 不信的过患 以及信的定义 信的范围 信的这个作用 还来自于啊 这个对在义上多去讲究他 那这时候你的信啊 就会在言语当中 会用义去检阅你的言语 你这个言语觉得符合义呢 那你这个言语就可以说出去 而且是要兑现的 那你发觉到你被骗了 你被或者是你被要挟了 那你这个你在义的检查下 你说出去的话 你不必兑现都没有关系 反而有时候是更好的 那我们来看说 以上是这个第一段的 那所以告诉我们说 圣与死就是信禁欲 就要圣与死 否则的话就也是造成 言语常常反反复复的 所以前面要说 要为什么叫做谨言圣行 那个谨言就是前面要做 意的考量 意的观察 意的观修 所以圣与死就是信禁欲 先好好的圣死 那这个后面呢 叫做无悔于忠 叫做言可复言 你后面言语就算的 就算那个复 复就是反反复复 也不会后悔 就像孔子被要挟的信用 孔子的承诺 孔子本来就知道 他不可服役的 所以后面 违背他的诺言 孔子也无悔的 叫做无悔于忠 是要这样来观察 信禁欲言可复业的 以上第一段 不知道有什么高见 如果每一段 我们稍微暂停一下 有什么高见 或是不以为然的 都欢迎提出来 我想问一下 就是说 如果说信要尽于义 那么如果说 你知道这个东西是不义 那么就是说 你在这个时候 你就说前面 有讲了几年盛行 那么就是说 你在开始 就是说 答应这件事情 或者是在交谈 这件事情的时候 这时候 明明知道他不义的话 你还是要 你是用以怎么样的态度 去看看这件事情 你被要挟的时候 你可以答应他 可是你事后可以赶快 OK 所以基本上 是要看看当时的情况 对 可是问题 基本上就是说 要以义为出发点 对 就是说 如果说他不合义的话 那么基本上 我在 在 环境许可 情况之下 那么 我即使答应了 我也不用 不用把它摆在心上 对 不要一生 变成一种羞辱 内心里面 不敢回首 还这么私信 不用 不用 完全不用 而且私信 才符合公义 才符合道义 才立足人的 我觉得 你举的那个例子很好 就是说 跟一个女孩子约好 然后再敲下 然后 如果说 因为这种情况 而丧失神秘 实际上是 很不值得 这样子 对 像孔子也是一样 你要挟我 要挟我 我同意 事后我全部发挥 可是孔子很有趣 孔子是非常幽默的读书人 他不像宋主的 把书读成书袋子 孔子还 恶于陈蔡的时候 那时候陈蔡也是 压兵 叫他不准到楚谷 孔子也同意 结果 孔子不同意 孔子说 他飞到楚谷 他们弟子说 你为什么脑筋不开通 你在普的时候 你不是就那么开通 你这个节骨也一直不开通 孔子就是开通 他就坚持要到楚谷 蔡国成叉大夫 就兵困他 他就趁这个 考验弟子看看 你能不能平常学得到 在颠沛患难的时候 还能不能坚持 孔子好厉害 真的 他也一定要有很大的自信心 而且他在刀光学影下 俱立点 你看那个苏格拉里 最后被毒死 耶稣被钉在十字架 孔子带着一匹 弟子出去 历练以后完整的带回入国 没有一个死亡 没有一个伤亡 你看那是厉害 那当然那个他的那个政治的智慧 像那个论语498条那种政治的智慧 人情世故的历练 还有那种进退应对的分寸 还有他所占的道理 哇那太了不起了 好那我们来看第二个 就是宫敬于礼 愿此入也 宫敬长什么样子 宫敬他当然在心里面 他是把人看得重 那当然在言语上 在态度上也要有所表现 比如说表现鞠躬 表现握手 表现尊崇 表现拱手 表现请安 那言语上也有所表现 那这个在日本人上面 他真的很有以前中国文化的特色 大家很喜欢日本的这种 待人游礼的 好那但是我们说宫敬 但是他为什么要在行为上 他要合乎礼 才能远离耻辱 会远离什么样的耻辱呢 因为宫敬他要掌握到 是下上对下还是下对上 还是平背的 还是长辈对右的 还是右的对长的 比如说右背对长辈 是要东西拿上来表示恭敬 长辈就不用这样的对右背 那这个父亲也不用这样对孩子 那如果我们过度的来表现的时候 会给人家认为是产内 会有这种词入 觉得是讨好巴结 这样的话会有那种人家不以为然 反而不以为然 有时候太客套太谦虚 他有时候反而疏离了 这个朋友疏离了 比如说恭敬客气 有时候太过度的时候 会让对方认为说 你是要保持距离的 你不是要亲近的 日本人的恭敬的那种态度 他是在要跟对方要保持距离用的 所以我们不认为说对方对我很恭敬 很客气 就表示说要跟我亲近 不然不见得 所以假如说 为什么孔子说读书人 除了要保学之事以外 还要那个察言观色 他很多东西讲的都太好了 那真的是处事的哲学 那这个愿离此入 就是说我不要在这个情况下 认为我是要巴结对方 讨好对方 或者是想要沾对方的光 想要取对他的力 想要攀他的名 就给大家这种误会就不好了 所以一定要用理来截止他 这是一个 可是理的截止有时候说 这段就蛮有意思 我有时候要提出一些 一些不同的看法 像论里面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如果我们来不同的举例的时候 才知道孔子的思维是方方面面的 他有时候是正面的思维 有时候是反面的思维 侧面的思维 架构的思维 逻辑的思维 他在论语上面都有 你看他说 四君尽离人以为惨也 孔子对辱君非常的客气 礼述周到 可是人家都以为惨 惨妹 你看孔子好像得到耻辱 对不对 我们上次不是说 上面不是说 恭敬于礼 愿耻辱 也就是礼去节制 他就可以远离那个耻辱 人家对你的羞辱 人家认为你 人家认为你是惨狂的人 那四君尽呢 就是礼数太周到 人家羞辱孔子说 惨妹君王 可是不是 孔子 因为你侍奉君王 本来就是应该这些 他只是做到 你国家规定的这些 但是因为三家大夫 那时候非常跋扈 他根本不去进那些礼 反而进礼的 人家以为惨 可是孔子说 只要是合乎国家的礼仪 就算人家骂我惨狂 都没关系 这又是例外 该进的 你下队上该进的 你右队长该进的 你成队军该进的 那孔子进上 那你骂我惨 那没关系 那三家大夫 不进这个礼 不用这个礼的时候呢 人家反而认为很好 可是这种 这种反而是一种 嚣张把扶的萌芽 后来演变成什么 在自己的家庙跳 八一五 侧钻的时候 苍雍师 祭泰山的时候 用天子的仪式来祭拜 那就嚣张的过分了 那还有一张 论语上面怎么说呢 在执岸边里面呢 孔子说拜下是礼 在台阶下面拜是礼 在走到台阶上面 才拜军上的是太 可是大家都走到台阶上面去拜 大家都认为没问题 本来就应该这样 可是国家规定是在台阶下拜 那孔子呢是违背众人 在台阶下拜 大家都走上台阶下拜 孔子是在台阶下拜 虽然违众 跟大家不一样 可是孔子是从下 就是在台阶下拜 所以大家才认为 孔子是弑君敬临 仍以为残云 好像孔子是惨媚君王 不是 孔子才是真正合乎礼的 所以有时候不一定的 那三家大夫 陈子们对三家大夫 反而恭敬过同 那才是真正惨 为什么 因为三家大夫掌握实权 所以三家大 鲁国的陈子们 反而对三家大夫比较恭敬 看起来是恭敬 其实礼不对 要用礼去节制 不是这种对待的 那可是人家却认为没什么 这才是真正的惨媚 好 那我们来看说 这一个 一般说在礼上 不是要讲究恭吗 如果恭的过跟不及 会有什么后果 恭如果过就刚才讲的 他会有那种耻辱 人家会嘲笑你 以为惨媚 或者是你对对方恭过头的时候 有时候对方也不以为然 比如说在那个古代行跪拜礼 可是现在长着 他不希望你跪拜 整个时代已经不一样了 那国家也不 没有这个规矩 所以要跪拜 所以你恭过头了 你用跪拜礼的时候 尤其在那个大庭广众的时候 人家反而不以为然 不过你家族有这个仪式 那又另当评论 那不急呢 不急的时候啊 有时候会怎么样 比如说人家认为你是叫慢 比如说以前过去见长辈的礼啊 功有时候不急的时候 他如果态度傲慢 人家也不会叫你 也不想帮忙你 古人讲究什么 宜尊救教 这个酒杯里面的宜尊 就把酒杯宜 人走过去给你请教 宜尊救教 就是你如果没有这种表现功 比如说来过来过来我请教你 功如果不急的话 人家不会把他的美好的建议告诉你 所以过人家会认为你惨媚 不急 人家也不会真心的跟你 愿意来这个开诚布公 坦然相告 或者愿意接受你的礼 要来帮助你什么 所以会造成这样的后果 所以那个礼来 礼来节制这个功 礼怎么节制功呢 有时候功不急的时候 要让他急 有时候功太过的时候 要让他不要过 礼让功呢 是不会超过 也不会不急 恰到好处 所以你看游子讲的话多棒 叫做功敬于礼 愿此入也 那我们来看下一个说 你看圣于死 功敬于礼 刚开始的时候 我要对人家用功敬的时候 我要敬于礼 我要用礼来节制 不足的部分 比如说大家都在台上拜 表达对鲁军的恭敬 我孔子就在台下拜 来表现对鲁军的恭敬 你看我是不是用礼来节制 不够恭的我来恭 那大家都对三家大夫 非常客气 非常恭敬 我孔孟只是拿同僚的礼貌 来对三家大夫 我的功又把他说 又把他压抑 我不要让他顾 那那个鲁军呢 我不要让他不急 所以无悔于衷 我后面无悔 愿此入也 虽然大家骂我惨 可是我心里面知道 那不是惨 那才是真正符合规定 那这个对三家大夫 本来就是同僚 不必对他太恭敬 恭敬还超过君文 不必 这就是礼的节制 非常棒 所以我觉得孔子的读书 真的是出神入化 他用礼来看功 太超过的部分缩小 太少的部分增加 恰到好处 所以难怪弟子们 佩服得要命 孔子过世的时候 能够守上山林 真的 跟父母的恩德一样 甚至你要说 生命由父母 惠命由老师 这个人的这种 观念的开通 人格的顶天立地 事业的出路 全部由他的恩师得到 你看那种 对老师的那种情谊 你看他那种 政治间的严厌 他内海有多么的丰富 教出来的由子 讲出的话 是这样的客观跟公正 好 以上是第二段 叫做 恭敬于礼 愿此入业 这段不想有什么高解 那个我想了解一下 就是说在孔子 那个时候的话 他基本上就说 基本上就说 他当初的时候 是以就是周礼为 他的基本的 等于是准辙 那么就说 当然就说 我们我们现在 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现在 在现在的情况 就说要怎么样 能够知道 就是说我们会不会 太过会不急 然后不晓 汤老师 有没有您的看法 所以我们雪鲁老师 那时候他就从 驱离 来编一本 《长律局》 就是这个离 怎么样 走到这个时代里面 他的做法是什么 就是如果按照这个古离 但是走到这个时代 也要跟这个时代 结合的时候 该有的做法是什么 他就编了一本书 叫《长律局》 蛮好的 我们在 我们在 我们学会的启蒙班 我们都推广了好多年 真的 也许我需要 需要去看看 这本启蒙教材 这样子 陈博士 你说对小朋友 有兴趣的话 这些的教材 其实是可以开发的 是 还有第二个就是说 比如说外交的礼仪也是一样 人家女士伸出来 手的时候 你要过去跟她握 那表示说 对人家的一种尊重 所以供要尽于礼 你不能说太客气 然后男女受受不清 这不可以的 就是礼要替她考量 然后入她国的时候 还要尊重她的风俗 对 对 对 我记得我当初的时候 还曾经就说 有一个就是国际礼仪 还专门教你 就说 怎么吃饭 怎么 怎么 什么时候站 什么时候坐 什么都有一定规矩的 这样子 是 像孔子常常言理 我那时候都不了解 孔子为什么常常言理 带着弟子们言理 是吗 孔子过世以后 后来到西汉 看了司马迁 那那个司马迁叫做进孔 看孔庙下 就是诸生以食洗礼 就是按这个来来洗礼 读书洗礼 我说那时候都不了解 其实那洗礼好重要 孔子带了一帮弟子 他读书是内涵 可是礼是表现于外 所以孔子到各国的国家 国君都跟他分庭抗礼 平起平重 就是因为带着一群弟子 不但内涵丰富 外相气质 那真的是在国际礼上 那真的是病病君子 这种不是一般普通的老师 交出来的 那个孔子传有一幕就是那个 孟义子跟南宫禁鼠 他爸爸孟希子就问他们 现在学习状况 他讲了一番道理 他爸爸孟希子怎么说 他说你这番对礼的运用 如果我没有猜错 咱们如果只有孔蒙 知道这样的 有这样的体会 你们他不是跟他学的吗 原来这两个孟义子跟南宫禁鼠 在孔子在院子讲学的时候 他们是偷偷的在那个门外偷听 这两个公子跟宰相的儿子 后来那个孟希子要过世的时候 把孟义子跟南宫禁鼠 叫在床前 说我们要维持大夫的风采 维持贵族的尊严 你一定要去学习 那他因为不懂得那种礼仪 国际的礼仪 他跟着鲁军出房出国 一笑大方 他变成终身耻辱 那他儿子当然答应 他爸爸快要死了 他儿子当然答应他 你看他爸爸怎么说 说蒙事 给我在蒙事就给我发誓 他儿子怕完死以后 不久他爸爸就死了 所以他们按照你 应该是首伤三年 只有他们两个孩子穿着伤服去行拜师礼 这就是三年改夫之道 按照讲穿着伤服是不能到人家家的 但是他这种符合意的 他还是可以变同的 所以穿着伤服去行拜师礼 您刚刚提到的这些 让我想到一个 就是说是不是孔子也曾经 指入太庙 每一件事情都要问 然后说为什么 就是说他每什么事情都要问 明明不是他很懂理吗 他就说这个就是他懂理的地方 因为每一个地方他也许有些风俗习惯不同 可是问题就是说 就是说以当地的风俗习惯 然后他把这种就是每件事情搞清楚 然后才不会做出不合乎当地礼仪的事情 我是觉得就很合乎他的就是时代精神 是 所以你看 孔子入太庙每次问的时候 那个时候不是祭司 那个时候因为祭司他动物西文 那是太没礼貌 那个是在演义的时候 他是旁观者 他把所有的事情都问清楚 包括礼生 义生 包括音乐 以示 共品 来自于这个程序 他都没问清楚 后来呢 祭孙大夫 他们要招待祺景公 跟这个燕子 他们来到入国访问的时候 这种外交的礼仪 包括说进宗庙 怎么去用宗庙的礼仪来接待 祺景公跟燕子呢 只有空之会 所以我那时候 他花孤出了 对对他好厉害 我那时候都有一个怀疑 为什么他在还没有做大官的时候 他讲学各国人都跑来 像子贡 像子游 像宅 都跑来 我那时候觉得很奇怪 古代没有 没有Facebook 没有LINE 没有微信 什么都没有 他名气是怎么出去的 原来是因为 祺景公跟燕子来到鲁国 接受了一场最高规格的礼仪 而且丰富精彩 结果祺景公叫 孔子去鲁国 做官 孔子 要看鲁军 鲁军不答应 孔子就没去 这时候孔子就轰动你国际 我那时候来了解 为什么他在平民教书的时候 有这么多人来请警 原来是那个时候 他就轰动国际了 三十岁 就轰动国际了 否则不合理 一个弱的鲁国小国 一个读书人教书 不合理 怎么魏国也跑来 故国也跑来 成果也跑来 都不合理的 所以孔子实际上 他对很多小的事情 他实际上都很夸功夫 很去了解透彻 然后确实做到就是合乎礼 然后有所节制的 然后把表现出来这样子 像礼乐设意书数都懂 按照现在来讲 就是跨领域学习 对 很厉害 然后学而是心智不应悦夫的 何有欲我哉的终身学习 每一件事情都在时代里面 它是最高的论点 是 真是 黄老师您这么一讲 我是觉得我真的 要好好重新 很多书要重新重读了 太精彩了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意见 可以提出来 就不用客气 一定有什么疏漏的 都欢迎先被门不振 我想问一下 就是说在鲤医奖药里面有一讲道 训在床下 您可不可以稍微解释一下好不好 好 那我们因为后面这个通工完了以后 我们会进入鲤医奖药的时候 到那里会简单的报告一下 好 那我们就待会儿再看这样子 那么 那 黄老师那我时间就再交换给您了 是 那我们来看下一个叫做 因不思其轻 亦可终也 那就是 这个人是我要依靠的 我要亲近的 那请问谁是我们一生中 最应当依靠亲近的对象 那这个 这就是 老师 这个老师是最 这个老师里面包括见地丰富 经验月力丰富 而且他有这个热情奖需 然后他又是品格 品格很好的 那这像弟子们对孔子这样 所以叫做 或者是说孔子过世了以后 那些 有八大能派 像什么纸张 真子 颜子 这些传承 那些都是 最值得依靠亲近的对象 这种 他的洁生志好 他的品性端正 他能够这个经营他的人 这个以义来经营他的信 以礼来 节制他的恭敬 如果说有这些讲究的人 能够这个在经学上 通盘了解又能够实践的人 对这个时代里面他又不脱节的人 那就是真的 而且能够共成为团队的时候 那个在人生的这个出路上 那真的是越走越广的 所以 论语在孔子见的那一章 叫做 如乌君子者 誓言取试 里面叫做 这叫做什么 这种人叫做 神明之主 买福之中 我以前都不能体会 我后来讲了说 我一个理工科的 我从李炳南老师的座下 你看我今天能够 简单的 我今天能够很皮毛的来讲论语 这一期是我老师的1% 我都觉得我自己都觉得我好高兴 我怎么可以这样懂论语 没有老师 我怎么可能 我一定像一般坊间的这样讲论语的 我就觉得他不合时宜 那老掉牙的 那个是古板的 那不合 这个走不了时代的 那是孤方自赏的 那是象牙塔坐井观天的 但是 开通我的眼界 然后回过头来 我在这个世界 我觉得 很容易接近这个世界 不难 好 那我们来看说 这里面 这应不是其境的 应第一个是讲到善之士 像福子健在 善父里面有五个老师 有十一个朋友 他经营出一个大致的善父 孔子说 公同姚顺 你看他厉害成这样 一个学生 他治理善父 竟然可以像姚顺 这样治理善父 他不靠这些老师朋友 他怎么办得到 所以当我们认定 他是老师跟朋友的时候 是最值得亲近的 以文会有 以文夫人了 好 那第二个因 是婚姻的因 因不施其亲 就是婚姻 要不施他亲近的 那这样不是亲近的 古人讲究的就是 门当户对 那门当户对 他长的是什么形象 他就是讲到是说 家世清白 大家品性端正 那就是门当户对 不必讲究那些 名为财富等等 那你怎么知道呢 很简单 孔子家女儿给工业厂的时候 不会因为工业厂 曾经被诬告 然后呢 压住死老准备死刑 脸上刻字 变成终身耻辱 孔子不会因为工业厂 这样 有所对工业厂 有所拒绝 反而把女儿嫁给他 就是门当户对 看好的是对方的品性 还有孔子把他的哥哥 孟丕的女儿 嫁给南荣 他的学生南荣 就是南荣读诗经的 这个叫做三副白龟 这个诗言之垫 白龟之垫可磨也 诗言之垫不可磨也 就是白龟里面有瑕疵 可以磨掉 那言语有缺失 那是遗憾 那是磨不掉的 他反复的读 孔子就把女儿 哥哥的女儿嫁给他 就是对方讲究 人品要怎么讲究 在言语上讲究平衡 在行为上讲究品格 那这就是门当户对 这两个都是孔子的学生 其实品格固然重要 要用学问去经营品格 这个品格才有出路 否则这个品格会变成 食物链的底端 他的人反而变成人家 玩弄的对象 他的性 反而是变成人家利用的对象 他的功反而是变成人家 修辱的对象 所以那个品德 我们现在一些以前 这个要推广那个国学的 他就是要把孩子 好好的教 但是他如果没有教他 开通这个见地 只是在条文下面 很丝板的这样去遵守的时候 往往会让你觉得说 孩子这样教好吗 把教得这么丝板可以吗 这个时代已经不是以前的时代 这样能够适应时代 面对那么多的质疑 我们却没有办法去面对的时候 你想想看 是不是伤害了我们这种国学文化呢 好 那门当户对 他的形象就是讲 讲究品格 讲究家事 但是这个品格是要用学问来经营 用见地来经营 那再来看 说他这个因不知己亲 就是婚姻是不失所亲爱的对象 他意思就是说婚姻进来的 比如说姓李的 娶姓张的 那姓张的这个家族 也变成姓李这个家族的 就是这就是一个亲族 联姻 借着联姻来和这个亲族 那和这个亲族要怎么和呢 我们可以说 比如说这个礼善往来 那个礼善往来很重要 就是你送欲我送博 你送博我送欲 这种礼善往来 这个礼善往来你不要小看 礼善往来 那个善就是非常尊重 往来 往来这种 像以前我看那个客家习俗 我们有些我们这个学会有些学友 他有个很好的习惯 他在过年过节之前 他会准备很多的礼物 但是这个礼物不用很贵重 他会把所有的亲族都走一次 拿用晚辈来见长辈的礼 来走一次 他反而容易借着他去和谐 他很多的家庭 就是他们这些富足的家庭 母足的家庭 反而很容易聚会起来 或者是这个团结起来 比如说来办出游 像有的 我看到不错 大家合起来出国去玩 这种都或是是过年过节 请客吃饭 或者是送礼来往 这都是创造亲族的核心 你不要小看这种亲族的核心 有时候在事业上 他也可以是互相扶持的 那像这个我看过那个孔家 他在那个仲春丁记 就孔子有两个记 一个是春记 一个是秋记 那秋记的就是928 就是在 这是比较属于我家的 春记的时候比较属于家族的 那我昨天呢 我们学会跟孔家 合办那个母亲节感恩活动 我觉得那个 他们慢慢的就是孔家 父族 母族就是不但是信孔的在一起 还有那个信孔的联姻的也来 那慢慢的 那个那种感觉 大家一起来 来做那个母亲节的感恩活动 就有亲族来创造社会的和谐 那把我们社团加进去的时候 那就是亲族的扩大 扩大 你要说海内存之己 天涯若比林四海一家 他就是从亲族里面 就是中族 中族在乡党 在社会 在国家 那团结起来 那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民族力量 他才是真正民族的和谐 民族延续的两方 真的不要小看这种和谐 那所以才会讲到第十八个 就是说 讲究家族和谐的 自己能获得什么好处呢 其实古代那种和谐之道 在家里面 他创造和谐 比如说 这个 在这个一家人一国新人 你一家人 你一国新人 你是一个领导者 你就是一个创造风气的人 你有助于你在事业上成功 还有那个哈佛 他们有做一个实验所 懂得这种在人情世故 从家里面培养 懂得跟人家和谐相处的 父母亲和谐相处 兄弟姐妹和谐相处的 亲族和谐相处 他们发觉到这种人 他们做了两千个人的实验 然后花了上千万的美金 他发觉到这些人老花得慢 记忆力比较不会丧失 也比较有事业 身体也比较健康 疾病也比较容易 这个对质 健康也容易恢复 所以身体上也容易得到 这个健康 心情上也愉悦 在事业上也容易注意 得到好的利益 那有的清楚了 我就看比如说 像以前台中 那个李扁人老师那里 他最多的人是客家人来学 那里面 在这个班里面 还有什么他的亲戚 还有他什么朋友 那种 这个大家一起来共学 更容易创造这个家族的和谐 那本身呢 也刚才讲到身心 各方面都得到殊胜的真伤 好 以上呢 是这一张经文 大概的状况 那再请陈博士主持一下 那后面 我们这里把卢奕甲 要简单的说一说 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 或者意见 可以提出来 实际上我刚刚听唐老师讲 就是说 您注意的话 就是说 从家族 然后您注意的话 一开始的时候 就是从 从性意理 然后就说 然后整个 怎么去实习 怎么去实践 然后到后来就说 能够就说 怎么跟 就说 自己周围的环境 慢慢和谐起来 我是觉得 他是不是在用不同的角度 在学那个 大学的精神 再把它摆进去 就是说 慢慢慢慢从 就是说 修春旗架 治国平天下 这种 慢慢慢慢推广 推广出来 这样子 是的 其实论语里面 说小可小 说大可大 你比如说 你比如说 公进于 愿此入业 你来解释这个 公 公可以表现在 国家大政上 可以表现在家庭上面 可以表现在 人情事故上 可以表现在事业上 他整个就是一个 大学的经营 对对对 我是觉得他前前后后 好像都是一贯的 然后他基本上 用各个角度去想办法 让我们大家能够了解 我觉得他整理真是太精彩了 这样子 我本身都是受益者 所以你看他 比如说 像因不死其情 就胜已死 刚开始的时候 去找真正亲近的对象 像老师跟朋友 或者是太太 无悔于忠 就是亦可忠也 这是可以值得 成为人生的最主要的 忠就是 敬也 除也 最主要的 人家说 找不到好的对象 那才是人生成功的关键 只要说一个人读 一个人事业到一个顶峰 都不如取代一个好太太的重要 一般人他不会知道这种重要 因不死其情 这种的婚姻 不思为他亲近的 就该婚姻本来就应该有这种婚姻 人生才会成功 亦可忠也 这种这种见地 是要拿来当成中心思想 对对对 真的你看那个蒋介石 他没有娶到蒋送美林 他不会有这种后面 他很多的开展 那真的是 还有就是说像那个 我们一般人称太太 昨天母亲节一个传题 太太太太太太你看 为什么说王太太张太太 为什么叫太太太太太太任太士 太江就是生了这个纪律 太任生了文王 太世生了武王 你看开了周朝八百年的天下 所以 金光大师说 天下太平 女人家超得一大半 所有的祸跟福都从家庭开始 家庭以女人为药 所以男人懂得起一个好太太 他不是普通人 真的 他不是普通人 老师刚刚提到 就是说要门当户队 然后老师的 就是说要布供品德 要注重见地 我是觉得就是说 这个是蛮重要的 因为本身就是说很多人 就是说误解 就是说必须要适当的 就是说那个 就是说就是财富啊什么的 可是实际上重点不在于财富方面 而在于就是说品格在于 就是说很多见地啊什么的 我是觉得如果能够这样子的话 你彼此互相能够 能够有共同的目标 共同的就是说人生的方向 我是觉得真的是太重要了 这样子 是我们那时候到回应陈博士话 那时候我们那时候去大陆讲学 我们到那个曲父的时候 碰到那个严氏的后代 那个严廷干先生 他是严氏的后代 他是笛子 他们讲说他们孔言 互相互相取对方 嫁对方 他们好几延续下来都是这样 但是你想想看孔家的尊贵 严慧是什么 严慧是普通读书人而已 也没有出过官 胆识飘影剧露相 可是他们孔言 后面常常做倾家 那就是门端附队 那个呀 我是觉得真的太精彩了 那么不晓得大家还有没有什么想法 那么如果没有的话 我也许就请唐老师再继续带领我们 继续读那个 论语讲要里的精华吧 是的 所以这个圣于死无回忠 刚才已经慢慢讲过了 那我们来看轮语讲要 轮语讲要叫做信尽与言可负 信是一个人说话要有信用 什么叫有信用 就是这个话要被兑现的 那义是合一 父呢古著作反父就是来来回回 就一回东一回习的 那刚才东现在习 看起来讲话不守信用 其实他反而是真正的大信 信跟义不同 但必须尽于义 所以刚开始的时候 你必须就用义来抉择 看这个话能不能说 那实在不得已了 你没有办法兼顾义 你必须要这样说的时候 那这时候你可以反复 所以信有缘语表达 信需禁语 这言语可以反复 像有时候人家说兵不厌诈 兵不厌诈是对的 你跟对方讲好 其实诱敌深入 那是对的 所以有时候你要看看意志所在 万一你的兑现你的话的时候 你会被全军覆没 所以他是有他的道理的 所以反复思维所说的话 是否合一 那合一则守信 不合一则不必守信 刚开始就要这样 那后面情况 发现不对 比如说我借他刀子 我已经答应了 而且他那么诚恳 我事后去检查 发现他是拿去杀人的 我可以反复 我可以说我不借 所以合一则守信 不合一则不必守信 否则的话跟黑道的信 也没什么差别 那再来我们来看说 刘宝南的《论语正义》 孟子黎柔篇说 大人则言不必信 唯义所在 叫做信尽于义 你看游子讲的话多好 大人 那大人 君子就是大人 那小人有两种人 小人就是在讲一般人 或者在讲平德很差 心术很坏 见地很邪门 小人有时候能力比君子还要强 这是可怕的所在 那人家小人也是 信尽于利 言可覆言 你看是不是像君子 小人者 我们现在讲说 我们有时候论语可以玩 可以游戏论语 很好玩 大人者言不必信 唯义所在 上年讲说 大人者言不必信 唯义所在 游戏下论语叫做 小人者言不必信 唯利所在 你看是不是很像 小人也反反复复的 所以你看 君子跟小人 是不是有时候很像 所以 无所不用其极 中庸讲的 无所不用其极的心法 是指思传承的心法 但是得到这种心法的是小人 真的叫做无所不用其极 名利的团结 比义的团结还要厉害 为名利的坚持无悔 比为义坚持的无悔 还要贯彻到底 为名利的忍辱负重 比为义的忍辱负重 还要有始有终 你看我们台湾立法委员 把部长那些政客 骂的狗血淋头说 那个部长还没什么 你看那修忍入 可以修到这种 奴火存情 可是君子为了义来修忍 不可 他怎么修忍 叫四可杀不可入 那这种人还做什么大事 所以故此言 敬意义也 所以郑康成说 义负是反负 言语之信 可反负 按负负 负跟负 负就是负也 负是古语 负盖的负是现在的语 那说我的负是往来 就是一回东一回西 往来即反负之意 那人初言之 刚开始说话 其信能尽于欲 其后可反复言之 就是说 好 我的信一定要尽于欲 所以如果当时我被要挟的 或是我被欺骗的 我后面可以反负 我可以说不是认账 那再来看下面 黄坎书 黄坎也很有名 黄坎是梁武帝 时代讲学的大儒 他在太庙讲学 是上百人 几百人听课的 就像我们这次 要带哈佛的学生 到韩国去 来看韩国怎么发展儒学 他们的大儒离退息 后面讲学是很风采的 他的什么陶山书院 平山书院 那好美的景点 那是世界级的景点 那黄坎书说 信不欺业 义合一 富是由厌 就是信不必合一 合一不必信 信不必合一 就是说信可能不合乎义 可是合乎义的 有时候不必信 那富有时候讲反富 有时候讲厌 厌就是说 你如果这个话 信若是合乎义的话 那你这个厌就是要被验证的 就是要被兑现的 这个信若是合乎义的 那这个信要被兑现 叫有厌也 那若为信 则尽于合一 这个信是可以复现 这个意思是要被兑现的 若信不合一 那虽然不轻 像伪生母这样不轻 可是他的言不足以 赴言不能兑现的 以上是这个 再看下 那不合一的信 就是刚才举的 就是陈博士讲这个 皇侃行丙都举那个 维生母 维生母就是那个 孔子的家乡的一个人 他跟孔子说 你这个西西 难道是宁吗 就是你周游列国 这里吃不开 跑到那里 那里吃不开 跑到那里 是不是宁呢 宁就是巧言宁舍 八街讨好 孔子说 非敢为宁也 即物也 那这样以后 我们再慢慢熟 那这个人呢 跟女人约会桥下 女人未来 大水呼来 伪生母为了守信 抱着桥柱 不肯离去被水淹死 史记的抒情传 庄子的道直篇 都在这件事情 像伪生母这样的守信 就是不敬意 他忽略的笑到 性还要重要 那宫敬于礼 愿此入也 宫是宫敬人 自己要悲顺 但要敬于礼 要恨复离结 这才能愿此入也 如果宫而不合理 那就是此入 不过那个宫而不合理 是说宫太超过礼 那会耻辱 人家会笑你惨狂 讨好八级 可是宫如果不够呢 那礼要让宫 够多加些宫 否则那宫不吉的时候 会造成人跟人之间 你可能对下级 对上级 上级不够理 或者是说 学生对老师不够理 都没有办法 迎人家来对你 坦诚相见 或者是亲自射送 像很简单 学生上课 以前我们台湾的学生上课 都很安静的听老师 至少表达这种功 老师才会上 现在没有这种礼节 该滑手机的 该睡觉的 老师怎么可能会认真教学 所以他功如果不够的时候 他也有这种过患 交不到朋友 得不到好的机缘 我记得以前我在高三的时候 我那时候读台南二中 那个学校很混的 我不小心考台南二中 我在高三的时候 班上都没有人在听课的 我是很乖听课的 我当班长 我们全班都笑我当班长 因为大家都混的 那我有一个国文老师 他的作业我都帮我们学 因为他住在我们学校宿盛 那个国文的作业 很多人都乱写 我是写得很好的 而且我收集 我都走到他家 把作业拿给他 盖完再 我去他家拿到班上去发 他对我印象好得不得了 好到我很难相信的 后来我哥哥在高雄 那时候可能跟 就是想要调到台北 我去找我的老师 他是以前拜师到台湾 他有些台湾的学生 他都是拿薪水 来给这些台湾的学生 当奖学金 让他从学校毕业 有一个在 在这个主技处当专员的人 他读到大学的学配 都是我老师出的 我老师竟然怎么跟他说呢 是说你帮助他某人的二哥 从高雄调到台北 就是对我最大的报答 那个人非常的 非常的 这个 这个谨慎小心 各种的管道 终于把我二哥 从高雄调到台北 我这件事情 我是终身难忘 你看我只对老师这样的公 他竟然他对我难忘成这样 所以你不要想看 那个龚和夫李该有的 我们不是说残眉八戒 该有的那个李杰勇的时候 他真的 明明之中默默之间 但不知道赢得多少的友谊 不知道赢得多少人家 对你的厚爱 可惜我们学工老师说可惜 现在年轻人他不讲究这些 他不想要失去多少 他不会知道 那黄坎行禀这两个书啊 都引用周遇 训挂的谣词说 训在床下 那个训挂 我们一般这个在《易经》里面 他有一些形容 他有一些形容就是说 这个样子 那这个是九二谣 那个训下断 就是这个下面就是 上面一个阴阳 那上咬跟下挂 上挂跟下挂都是上两阳下一阴 那九二谣就是在讲训在床下 就是等于是压在压在下面 意思说人是在很下面 很客气的这个悲顺下 是很悲顺过神的一形象 那至于他怎么他是一个怎么你怎么从九二看到那个床下的样子 那李道平他做了一些说明那些说明如果拿来在课堂上讲很麻烦的什么他有那种告诉你说那个辩阳的道理 那种解释我们一般汉儒的解法跟宋儒的解法不一样 有时候他是在比如说他是就某一个形象去讲 或者是旁通去讲 或者是我们所谓的错中复杂 错挂错中挂 复挂杂挂 旁通挂 然后去演义推演出他就在床下的样子 那这就是悲顺过顺 再来 那下面说因不思计清一可忠也 因就是在讲孔安国先生说 以皇坎跟刑品的这两个都做亲就是亲近你该亲近的 那中夹都敬一可中夹敬一可中夹敬是你要看重的 那所亲不是其为亲像老师是跟朋友一可中敬是你必须恭敬的对象 你必须以他为主 那所以就叫做亲师有习礼 那所以说所亲的是仁义之人 他就不思其亲能够所亲不思其亲 那是有知之有知人之名 亦可中敬 亦可中敬有两种讲法 一种讲法是说 对这种善之事我必须以他为主 我对他恭敬 第二种的讲法是这种人值得恭敬 就他懂得找人 懂得有知之之名 有知人之名的人 你要对他恭敬 这个是不简单的成物 那 诸子的吉祝说应由依也依靠 亦须依得其人 那这也可以 所以这个应不思其亲 有亲也有依也 那再来呢 应做婚姻的应 中是宗族 婚姻必须慎重选择 所以呢 才不思其为亲 把他当成亲人 太太那一方也是亲人 所以应亲也可以在九族之内 所以叫做一可中意 就是中就是代表中族 他已经不是这个恭敬的意思 他是当成中族的意思 以上是轮以讲的这一段 不晓得那个陈伯师和大家有什么刚进 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 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 那个如果说那个一可中也 然后本身可以当成依靠 也可以当成就是说 可以当成中族的关系的那个话 那么实际上就是说 你基本上是一种 是一种就是说 你一种态度 然后你用这种态度 可以从 尽可以在家庭里面 远可以在整个社会上 你可以拓展 拓展你的 就是说适当的 很好的人际关系啊 这样子 我是觉得这实际上都在教你 怎么要去做人处事 我是觉得都是都是很很好 尤其是这学儿篇一开始 就这基本上等于是 告诉你整个论语的 等于大精神所在 然后我在这里面 我真的学到了蛮多东西 这样子 那么 可以多自然 我谢谢谢谢 然后不晓得大家 还有没有什么想法 我知道就是说 这里面有很多前辈 然后也许在很多方面 也许都会有很多的 见解 然后我是 我是觉得大家可以 趁着机会 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这样子 陶老师 那么您您觉得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时候 您您觉得就是说 我们现在在我们这个社会上 然后我们就是说 以这种立身处事的话 我们应该有没有什么 我们应该要注意的 还是怎么样 因为就像您刚刚提到 就是说 孔子他在 就是说 等于是在台阶的下面 去 就是说 等于是行李 然后人家都在上面 那么可是问题就是说 你在这个时候 你如果看到人家很多 都是合宜的 那么我们有没有什么 要怎么样一个态度 能够慢慢把这种 情势给改过来 您对 就是说怎么样能够 让我们的行为 然后能够让整个社会 稍微往好的地方走 不像唐老师 您有没有您的看法 不感答不感答 首先 孔子他不是残媚 因为国家规定是这样 所以像我们学工那时候 李秉兰老师 他讲学 他喜欢穿中商装 那为什么 他说 很简单 中华民国也没有规定服装 没规定服装的话 那我就按照 民初的时候 什么样的服装 我就穿 那我也不反对 现在这个时代里面 他去正式的服装 但是你国家如果有规定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那时候还有 国民生活须知那种理 那国家如果有规定 自理作业是这个国家里面很重要的开国 他说中华民国开国没有自理作业这件事情 也是很可惜的 所以大家是没有标准的 那这个时代里面其实也是各说各话的 那不过如果说我们这个里面 如果我们能够把握那个古理的精神 但是在这个时代里面 又不会去脱节 比如时代里面行这个鞠躬礼 但是鞠躬如果是30度 那我们就不要90度 人家感觉太客气了 不再是不需要那么客气的 那我们就好吧 就在这时代里面 我们是30度 那如果说国家规定那个场所里面 你这个比如说 这个晚辈 你是在桌子上面的时候 你要做什么位置 那我们去做什么位置 那如果别人认为说 你这样的做是不是太客气的 太虚伪了 那没关系不用 不管他 我们就维持我们这种风格 那我觉得说这里面有三个 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在做的时候 我们先用我们的中心思想 比较不会觉得很难过 或是人家羞辱我们的时候 觉得我们 这个好像失去了这种思绪型 第二个呢 我觉得像这种读书会的帮助 是很大的 比如说我们在推展这个文化国学 在这个时代是冷门 但是为什么推展的有底气呢 很简单 一根筷子很容易折断 两根就比较不容易 三根更难 当它成为十根筷子绑在一块的时候 连那个大栗丝要折断都难 一棵树 它就算是参天大树 空气污染的时候 它照样是空气污染 躲在树下都没有用 可是它成为一个小树林范围的时候 躲在里面就是新鲜的空气 我们在中正纪念堂那边呢 有一群小树林 我很喜欢走入到那里进去 真的一进去里面就感觉到 有一点森林的芬芳 虽然台北市的外面空气是很脏的 它走到里面的时候是很干净的 它就有那个效果 所以第二个呢 让你有那个文化的底气 要像孙中山先生说 结合全天下以平等待我之民主 共同奋斗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要做出事工 比如说办那个启蒙班 办那个夏令营 让孩子们能够来演练这些礼仪 很有规矩 或是读一些这些经典的书籍 或是做一些很好的活动 家长们来看 哎呦这个不错 不是办幼儿园 我在天母办的幼儿园 其实我是保留了 以台中国来的精神 但是也不妨碍 这个时代的元素把它加进去 结果我在天母 我们那个天母是台北的天龙国 那个是跟台湾是 简直是台湾的外国一样 结果我这个鸿鸣的 反而是外国人居多 他就很有说服力 日本的来台湾 来台北的就读 美国的 还有法国的什么就来 所以他反而变成很有说服力 就比方说我开这个国学的幼儿园 我是经得起时代的考验 对 那个我很有幸 然后我在到台湾的时候 有去参观了唐老师 在天母办的幼儿园 真是就是说 就是小朋友都冰冰有礼 然后整个文化的精神 就在这默默中间 让我很感动 真的 那个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是觉得 大家能够 就是说能够 以唐老师的这种精神 我们继续大家努力 这样子 唐老师 对不起 对不起 唐老师想请教一下 因为没有这个机会 回到台北 那您说您在天母办的幼儿园 是不是可以说一说 您幼儿园都教哪些东西 可以我们在美国这边 做一个参考 是 我这边一来就是说像读经 读经的话 我读经还可以叫小朋友 上去点字 所以一个小孩 从我的幼儿园毕业的时候 他至少有一千个字以上 阅读的能力 就他不用查字典 一千个字 小孩子他是吸收的 学如老人说 你不要叫他学那个小狗跳 小猫跳 他又不是狗 他又不是猫 他学一些礼物 是很好吗 他好不容易变成人 他又不是不必选 第一个 那个气质的学习 第二个是那个音乐的素养 就让他们有那个音 一听音乐 或者是简单乐曲合奏的能力 让他们有和谐的感觉 像那个李 刚才讲那个是李 后面讲的是乐 这两个是调气质的 所以我在台北天母幼儿园 跟陈伯斯报告 我是很赚钱的 我学会能够活下去 我要有几个收入 我没有募款 所以我一定要找钱的能力 所以人家说要有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第二个就是礼乐的教化 你会让那些外观来觉得 我就是要这种教育 我只是说不出来 第三个在卫生习惯上 他要懂得去清理自己 然后在那个环境的整觉上 他要有功德心 这些他们觉得这些都是需要的 在这时代都是需要的 然后再辅助于语文的教学 像那个英文 英文也很重要 但英文的 conversation这个事情 一般人认为很重要 他还有一个叫阅读的能力 也要让他有阅读的能力 在小孩子培养起来 人家说三岁以内的养成的好习惯 他人生的旅途 他是后面很多的顺源会出来 还有就是像蒙特利说的教育 这种也很重要 那像我们在美国的话 那英文他们本身应该 可以不用教他们 但是主要就是说 我是说教一些我们这个经典的文化 那是从哪一方面可以教幼儿园 像以论语为主轴 你看那个像中轴线 像北京故宫开个中轴线 以论语为主轴 他读完了再读 读完了再读 因为他是经学的核心 你在辅助于三字经 那他们会不会太小 因为一直就 我不知道要怎么去教论语 我就给他们一个建议 就是说教三字经 我不晓得 因为我实验过 我已经办了17年了 那你那个小孩子多大 幼儿园 从两岁到七岁 那我们这边的小朋友也大半 差不多也是四岁五岁六岁 那他们想说学论语 那我就想请教一下唐老师 这种论语对这么小的小孩子 我们应该怎么样着手去教 首先你看你讲这么深的道理 我对小朋友我没有办法讲 我就不晓得应该怎么讲 请教一下 首先你这个老师们的读书会是很重要的 他老师本身没有热情 他别想教出孩子们什么兴趣 对 建在老师不是在学生 你找一群老师是没有热情的 只是给你按表操课理薪水的 这是没有效果 那所以他第一个就是 当然我们也还有很多改进的空间 我也承认 我觉得我在大陆的顺畅幼儿园 我都觉得很成功 那是我最成功的案例 那个盛况的时候有将近三四百 也是教论语 也都有论语主宠都是 也是以论语做主宠 对然后结合三字经百家性 其实老师点字 因为他们还小 一定要用手去点一个字 然后这个点很有节奏感韵律感 好像无戏中的学习 对对对 孩子还当老师上去点给大家 就是轮流小朋友当老师 然后那个上台的时候 我们那个甚至上台是 比如说好那你这学期结束的时候 我们就来读经来做一个游戏节目 像什么 论语都可以 大概一个小学幼稚园毕业 大概论语二十篇 大概都可以变起来 哇 三字经百家性这些都很容易 这我是有一个困难 就是因为在这边的 这个我们小朋友都讲英文 我要让他说中文都好难 因为他们回到家里全部都是讲英文 所以我们只是到了学校来 然后就让他们练习讲中文 这个 如果说服家长 语文这件事情 你多一个语言 将来事业就多 可是他们家长很热心 但是就是问题就是他们一半就是说不是父亲 要不然就是母亲是中国人 另外一半就是外国人 我们说的外国人 所以他们在家庭里都是讲英文 所以他们来学中文 就只有在学校里 那回到家又是讲英文 不过 不过有一点 就是说我的小孩子 就是说他们接受能力真的是很强 所以就是说你在尤其在小的时候 实际上就是说像我有一个亲戚 他的先生是美国人 太太是中国人 中国人 他就是说 他只要是跟这个妈妈跟孩子讲话的时候 一定讲中文 爸爸跟孩子讲话 一定讲英文 结果孩子就是看到爸爸就会讲英文 看到妈妈就会讲中文 所以就说小孩子 他们真的能力很强 如果说你能够越早的时候 我要说服家长 我就说要他们有一个家长 就是中国人的家长就讲中文 不要是就在family 他们都一直讲英文 对对对对 这是我的问题 就是不想能够怎么说服他们 他们又要 去去看了 你知道那孙中山最厉害的就是说服 这是我要学习的地方 我都要学习的地方 跟唐老师跟大家学习 看怎么样能够说服别人 对不起 耽误大家很多的时间 不会 就是因为碰到 因为我现在一直都在巧笑教 那巧笑就碰到我教台湾来的班级的小朋友 也教大陆来的小朋友 那有一次他们就提到 就是说想要学轮语 我说我正在上轮语 跟还是要自己不断的学习 学轮语 那我说不晓得 后来我说他问他小孩子多大 他说好像很小 那我说我还没有教过这么小的小朋友 我不知道我会能不能胜任这个工作 所以我就没有答应 我实际上就是说小孩子 他们接受的能力真的蛮强的 你在小的时候让他们接受的话 实际上他们就是小的时候 因为像中国经学的话 基本上他的意义都是很深的 所以他如果说小的时候 他能够全部都背起来 那他也许一辈子他都可以 忘不了 对 对我是觉得我会建议能够趁这个机会 尽量多接触这样子 像我现在还在学 我也是在学 我们跟你差好多 我跟唐老师差好远 没有 惭愧 谢谢唐老师 不敢 真的是感谢唐老师 不敢 那么精致唐老师 那个兴趣很重要 我觉得教育成功失败的关键是老师 真的 我觉得真的 老师 老师你要是没有这个热忱去教他 那这个真是白搭 真的是 你真的是就照本宣科这样子 真的是对小孩子是一个伤害 对家长也是一个浪费 他们送过来 你没有这个热忱去教他 我今年都75岁了 我还在教 我真的我很喜欢小孩子 我心想我自己懂的一些东西 我真的是希望能够share出去 share那些小朋友愿意学的家长 所以我虽然退休很多年 我就一直keep 还是回到乔乔去教这些孩子 真的是 我很喜欢孩子 我看了小孩子我就很开心 不晓得怎么搞的 我就会很开心 真的 对 就是你的热情 那么我们这里就靠大家的这些热情 我们真的很高兴能够 唐老师能够带着我们继续去 我们现在时间已经到九点半了 然后我是 真的对不起 对不起 我一个人耽误 没 我觉得很好 那么唐老师 如果您觉得还有没有什么 如果那个的话 也许我们您看 我们要不要就今天到这里 好的 因为再开始一个的话 也许 也许反而更那个 也许我们就下一次 那么 那么 我 那个 我相信 卢会长应该 可以再继续来 陪着我们一起学习 这样子 那么 如果 如果可以的话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了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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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唐老师 谢谢唐老师 谢谢 谢谢唐老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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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